好 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雪凌 由馬兒鏡花先生 贏者 我還是說一句 即是金貴新番的水準再次突破了天寨 是吧? 我們有意義的對談 不是上一個星期已經說完了 我們現在儲夠了Energy 去說廢話了 哪方面突破天寨 原本看的一些類型的作品 它推到更低的是 魔法四天王 江山代有人查出 他們只是四天王裡面最弱的幾個 錯啦 大家如果有看廣漫就知道 一神二妖三魔四天王 四天王其實都是很低的 我想起廣漫裡面應該是什麼 它經過了一輪的修煉之後 就轉化成為神 不過已經會說髒話 它依然會做這些東西 金貴的動畫 實際上還是說延續這個話題 其實已經不是 因為魔法四天王那些東西 講的是另一件事 而這裡講的是什麼呢 我會用這個東西來形容 今季裡面 這類型所謂的魔法學員作品 你應該用一個咸片的理論 去看待這套作品 事實上他們只能這樣看待自己 他們的確在兩分鐘 已經開始給你們看了 是不是 今集裡面 我們會講幾套 講幾套咸片 講幾套咸片 介紹給大家欣賞 是 是 漢官大家有興趣的 是 自己是全裸待機 是 不過在這個全裸待機之前 先看一套 就是 角色會拿上半身的動畫線 是 藍角會拿身 是 我這樣說 是 終於回來了 回來了大師兄 這個大師兄 接著要講那套就是 基隆志士高達鐵血之孤兒 是的 我這樣說的 這一套 是 經歷了 由AGE開始 兩套 彪輝卡 再加上 就是復國運動 去到這一套 我終於找回 真是高達的感覺 前面那幾套是什麼 掛著高達的名字 就是 彪輝卡 彪輝卡是看女的 就是大家的重點 大家的重點是 去了女角度 那些 他叫做唯一可取的 就是 有一點點的戰鬥畫面 是比較精彩的 不過那些是作畫問題 不是故事問題 那 復國運動和AGE 大家不用說了 這兩套 打仗是什麼來的 而這一套 跳起孤兒 其實他在用的套路 就是 零八小隊那種 局部戰爭的橋段 我自己 就作為一個 不可以看過高達的人 我是看高達第一套 看過一套 所以我對這個高達的 有什麼概念 也有什麼包袱 但我自己看這套動畫 最開心的地方 就是在這裡 看到一套夠硬派 真的認真真 看到一場戰爭 是怎樣 不一定要很大型的戰爭 但一個戰役 是怎樣去說的 我反… 我會這樣說 這一套作品 它 給我看到就是 叫做 惡劣環境之下 生存的人 他們的生活 的日常 那些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 你說動畫 如果涉及到戰爭 因為戰爭 會是一個重要的元素 一部分 所以這部分 往往會被忽略 但你說 在這一套 《跳起之孤兒》裡 他開頭是用了很大的筆密 去形容這班 之後變成鐵華團的少年 他們的生活狀況是怎樣的 你會感覺到 其實他們的生活是艱苦的 但他們知道是什麼 他們不做事 就沒有飯吃 而就是他們沒有一個生存的技能 在外面沒有一個生存的技能 可以令到他們溫飽 他們只能夠 在這個地方裡 去掙扎求存 我想這也是標題裡 所說的鐵血 不是一套很乾淨的一套 你看到很大範圍 一個很離敵的戰爭 而在真正在戰場裡打的人 他所承受的鐵獸味 那種生活 他頂洞就說 沙巴蘭之後 他們現在的生活 可能有多慘 平時可能很慘 你知道AGE 我們火車的生活很慘 怎樣慘化 這個就是做給你看 他不是和限地放大 這幫少年 在這個火星的地方裡 他們究竟怎樣掙扎求存 而這個掙扎求存裡 你會看到就是他們的強硬 我想他不會很煽情 告訴你這個戰爭式的史詩悲劇 又告訴你很單純地說 一個戰火的環境之下 人是怎樣的 而他也有些東西是很著地地表達到的 就是一些少年兵 但仍然是建習形式 只是在那個位置幫忙 可能一些很少的事 他們已經很開心 或者打仗的人 其實他們很懂得怎樣 自得其樂 去享受現在他們的生活 不會去奢求一些 他們想要更多的東西 我覺得在這套作品裡 他展現到 開頭第一集 三日月的那些人 其實你說到公主 叫公主 公主營那位角色 其實是有一個很強烈的衝擊 一個未經歷過 這個所謂的惡劣環境 即是他某一團人 他是一個離地 離地的人 離地先發 他是一個 不經世事 不能說他不是不經世事 你看到就是他 他的思路是清晰的 他不是一個蠢的人 只是他不理解民間疾苦 我想可能一件細事 不太對 但我想他離地比較對的地方 是在於是 他有很崇高的理想 他做的事不是錯 甚至其實他也沒有腦 他也知道爸爸是陰去的 不是那些很傻傻的大小姐 但是他就不太清楚 真正在幫助那些人 實際上的環境是怎樣 下面也是很慘 不過我們要和平 這樣就是 他知道這個理念 他做的事不是很錯 或者他的心態也沒有很錯 但是他不懂得去真正了解那些人 我會這樣說 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你不會覺得 他是錯的原因 他第二集裡面有說過 每個人其實是有不同的崗位 你的出身 和你的出身 令到你的認知 出現 和現實有些落差 不是一個罪 因為你根本沒有機會去接觸 這個不是理想 是環境令到你變成這樣 不知己不罪 而在我們剛才說的 第一集裡面 其實這個最大的衝擊 就是三日月和古里亞 這兩個字 他們說 去到第二集也有 他們不停的對話裡面 就是三日月 本身作為一個 其實他是一個貧民區出身 已經是 對他來說 就是最重要的生存 就是他們看的東西 我不會看得很遠 最重要就是大家能夠活下去 那種感覺給你 我想 剛才你也說到 描寫到少年兵 在一個戰場的環境 戰火環境之下 那些人怎樣去自處 還有一件事很深刻 就是一隻主角也有說到 就是他作為少年兵 他的心態 怎樣 我不需要你的憐 我只是為我的人 我和同伴的生命去戰鬥 而第一集裡面 其實我覺得 有一個位置是挺重的 是阿古利亞跟他說 嗯 我是想來了解你們 你們現在的 即是你們這一群人的生活 即是你們 我為了改善你們 所以我想 站在一個對等的關係裡面 想和你們溝通 然後三日月 立即博了他 那就是 我們現在不是對等 其實我們現在不是對等 你只不過是什麼 你書磚降貴 我來說 我來落區 巡下 好像高高在上的人 有些像 我不是說 我想體驗一下 叫做肚餓的滋味 我參加基近三十 沒有的 你現在肚餓之後 回去大月大育 算了 即是那種 三日月那時候 其實你根本上 你體驗不到 其實你根本上 即是我們根本不是 因為我們天生 就不是對等 其實是 天生就不是對等 你下來 你體驗 即是對你的體驗 是怎樣去協助 但是 都不是對等 即是之前大家聽過 十一狀言說 我為理想要駕駛巴士 沒有的 別人駕駛巴士找 整個駕駛巴士會 是理想 一人就可以回去做大公司 沒有的 簡單來說 對三日月來說 他不需要這一樣 而對三日月來說 古雷亞這句話 真的告訴你 我現在 我覺得你很可憐 即是那種是 有一種鏡花相 一種憐憫 即是我根本不需要這種憐憫 即是對他來說 這種憐憫沒有意思 對我來說 那又怎樣 即是你想體驗 你想我們對等 即老實說 不要說這些 其實 這些對他來說 是漂亮的說話 沒有任何的重量 嗯 我想我也喜歡 他講的那種 鐵華團 之後成為了一群人 他們已經是一隻老鼠 即是他們是一群 靠他後面有一個 身體設定 人機隔面設定 令到他們可以在這裡佔一隻位 雖然只是一隻器智 但是他在說 就算是我這群人 我也有我活著的志氣 即不是那個志氣 不需要一些很偉大的志氣 而在說我是肯 去為我的同伴 為我的自己 去戰鬥那種的志氣 這個也是我很欣賞的地方 就是在於我看到 那種 即是看到人的描述 是很深刻的 在這裏我看到的 這裏就是 Gurlera在第二第三集裏 看到這個角色的成長 他終於體驗過 他們這班人面對的困境之後 他第二第三集 他明白到 因為第二集裏 他還說 真是不好意思 令到你們為我而死 然後三位也說 不要想到自己這麼偉大 我們是為了自己生存 你只是一個答案 你只是一個有因 即是說 我心裡的意思 就算你不來 都有第二個或者第三個人來 我們依然是會面對這個環境 你不要想到自己這麼偉大 對我們來說 我們不會怪你 因為老實說 這就是我們工作 這就是我們要面對生存的困難 你只不過是一個有因 你不要想著 我們說 我們全部都是你的觀音兵 我們不是你的兵 我想我也挺喜歡 他回想 Gurlera有一個畫面 就剪了進去 他之前說 演說是一個很冠冕堂皇 對著一群高官面前說演說 就說很多人 在現在我們這一分鐘就會死 下一秒就是一個 他剛剛在戰鬥裡 拉拉鏈 要是屍體的畫面 即是 那次描寫到 他一隻口裡說出來的說話 其實他現在才感受到 他沒有一個體驗 他真真正正正面對 就是他自己 所說的理念裡面 其實他們有迷惘的說話 其實他的理念裡面 其實中間裡面 就會害死很多一些 現在這些所謂的少年兵 就是為了他 因為一句說話 他的理念 而這群人就要被送上戰場 不是 你要解釋清楚 就算我沒有這句說話 這段影片都會上戰場 不過問題是可能是 你的死法 你要明白 但他們那場戰爭 他們打那麼久 他們沒有說過 我要保護大小姐 我們要保護大小姐 我們要保護大小姐 為強犧牲 他們完全沒有說過 即是說 我們不想死去和他們打 因為這就是 三日月的原因 你不要想到我們是為自己 即是說 古雷亞只不過是一個誘因 我會說古雷亞 在那個畫面 即那個情況之後 去想到 那件事是他明白到 自己所說的說話 現在才能在哪裏 而去到第三集 他真正的 古雷亞知道就是 他無論怎樣 他都不可以和你 住在同一個位置裡面 去面對一些事情 而就是說 因為這個 這件事不是錯 大哥 每個人天生 或者是 他的出生 他的經歷 他任何的結合出來 他就自己要面對一些 他只可以他們去面對的問題 而古雷亞都找到自己的出路 就是說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令到你們 在現在這個情況下 我可以令到你們福利好些 改善你們的環境 幫到你們戰鬥 但是 我可以改變未來 那個感覺 他希望和平 其實 這個我自己的解讀 就是 我是救不了你這個世代 但是我可以救到之後的世代 而這個也是 在他的崗位裡 他要做的 因為他是一個領導者 某種意義 就是他領導著 一個社會的階層的人 他有辦法 令到這件事 慢慢地扭轉 但是你不會立即 去救到這班人 沒有可能疏離 這班人 他們只能夠是這樣的 我看到那個畫面 就想到的是 古雷亞一至三集裡面 他做的一些不同的事情 在那個軍團裡面 他試過去做整備 他試過幫忙整備 但發覺自己外手外腳 就做不到什麼 還有 煮飯 但是 正如剛剛一開始說 就是每個人都 其實背他自己的位置 他作為一個領袖 他需要做的事情 不過去找革命家 繼續幫他 投入資金 這件事 這就是他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古雷亞在這三集有個過誤 就是 我不需要做一些無謂的事情 讓自己好像幫了手 是要做應該做的事情 不需要做一個很偽善的事情 說 重啊我幫你拿 這些對他來說 你幫不了手 你根本不是這個崗位的人 你做這些事情 不如做你應該做的事 你是做龍兵的 我不需要捐錢給你 那就做你的客人 很簡單 我不需要親身打仗 最重要就是 我保障你們 有更加好充足的裝備 某種意義上 我就在保住你的命 我是沒有參與過的 但其實實際上 在意義上 你真的在幫他們 沒錯 所以這件事裡面 是濃縮這些角色的 他的成長 尤其是古雷亞這個角色的成長 其實他認知 高達裡面很多所謂女神型的角色 就是說 我要的是世界和平 你很多時候覺得 這句話很脫離 什麼世界和平 如果有個正確說 現在你看看片裏 這個小孩子 就是在捱肚餓 你救不救到他 那種分量是不同的 這個現在是此生此生 我體驗過了 我知道 沒錯 他可能可以正確地說 沒錯 我現在救不到他 但我就是為了 日後不會製造更加多 這些不幸的小朋友 而努力作戰 這也是他在領導者地位 國外裡面 他應該要做的事 你不是一個慈善家 你慈善家就說 我現在派馬 小朋友好餓 我給飯飯你吃 我想最脫離的人 就是那些偶像劇之流的 機械人動畫 那個女神角色 要講這個世界和平的時候 劇情網網會安排一個 他身邊的騎士 就是一個橫掃千鈞的 你說幾拉 我自己說 你開名就行了 一定要開名 這些大家可以代入 一定要開幾個雷射炮 就搞定的角色 這個位置叫做 其實你W也同樣 就是希羅和莉莉亞 一樣 那個其實莉莉莉亞 都是在胸口說 完美和平主義 哇 贏了你 又完美又和平又主義 三個東西都包了 這套戲是不需要走這一套路線 我覺得這件事非常好 我至少見到他是 他既然想行一個平實的 是真的想去做一個 我會說是硬派 所謂的硬派少少的機械人動畫 我最好見到第一個最好的地方 就是我看第一集 我已經見到最重要的兩個元素 一個角色的描寫 第二就是中間的理念上的衝突 第一集已經做到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這件事 他應該很踏實地說 沒有的 我是有這個理念 但我這個理念 一定有缺點 或者一定是有東西 我顧及不到的 這些就是人 無論你利利亞也好 克里斯 克里斯 他們說的主義就是 你覺得是很虛無 你玩了 你是神 當然他旁邊有兩個神 打人那方面 但這個就是 沒錯 他們是人 他們是會有失誤 或者他們的理念 是會有些東西顧及不到 但這就是人 如果我們知道 人是沒有原人 或者沒有一個主義 是可以完美的 包括到所有的人 一定是會有人 會犧牲多些 少些 低益大些 低益少些 變成了 我覺得很著地 我真的感受到 這群人 在現在 剛才我們也說過 這一套是一套 局部戰爭 暫時還是 你也看到 無論是打仗方面 這群少年 我剛才說過 沒有 是棄子 你看到就是 G.S.C.那群人 真是當他們棄子 他們就是拿來有敵 而這群人就是 他們有自己生存的志氣 你找我做棄子 我一定要死 對我來說 我們的任務就是 我們是為了抹著 而戰鬥 我利用你 天競地宜 你欺負我 我不可以欺負你 如果一隻G.S.C.可以給予一個 相對安定的環境下 我活著 我不介意做一隻老鼠 你現在任意妄為 令到你招惹了殺身之王 我當然是棄掉你 我可以自己探大棋 因為這樣我才能活著 他兩集裡面 濃縮得不錯 就是鐵華團的成立 因為G.S.C. 這群人叫做什麼 在組織架構裡面 他必然是一個高等的 他怎樣能夠提升自己的地位 他就是要揭起這個反叛的旗幟 去取而代之 如果他平時說 我們要革命 我們要對老闆的那群死大人 我們沒有人同意他 但這次因為 我們那群人死了 有兄弟手都死了 從十滴蓋 就是可以支持他 就是他有一個 有原因有原因的 為了革命 看到那群人為了生存 我感覺到一種少年的純身 就說 我們做 但我們是有道義 即是那群大人是沒有自粗的 尤其是 沒有人性 我都說根本就去世 即是他們肯定 你說十句話裡面 九句是謊 但這群人又說得出 他們是做得到的 即是他們很直白 就好像說 G.S.C.回來之後 下了藥之後 那個劇情就說 沒有的 我們現在就是要娶你們而待 然後結果大人說 不要這樣 有得談的 放了我先 他說 放了你 你都傻的 你都傻的 所以即是前面那裏 大哥和三位說 我要你幫我做些事 可以 拿著香港來 馬上來我做 他不會跟他說 不行的 殺人是不對的 不會說這些白癡的事 他們真的叫做什麼 他們知道他們是為生存而戰 而那個感覺 這裏我想 大家可能會 有馬或者鏡花 可能會看 很有天願 卡米娜大哥和西夢 那一刻是很有感覺 他們那個經歷的事 他們說 兄弟的事不用說那麼多 做吧 那種傾伴 你覺得 我不理你好壞 我覺得你不會去做一些壞事 事實上那兩個兄弟之間的兄弟之情 其實都是那種 動畫裡面怎麼看的那件事 例如如果不是OPA 一個畫面就不會這兩個人 我想那種不同的是 西夢和大哥那裏 有些是西夢仰望著大哥 所以一直都跟著他做 他們有互信 我知道後面一定有這樣的人 可以幫我想這些事 我出戰就可以了 而大哥也相信 這個人會幫我做到我所想的計劃 而這個傾伴當然我覺得最好看的地方 就是 當中裏面 其實你看到 他們每個人 無論西夢月或大哥 他們說的一些事 就好像其實在戰爭裏面 大哥叫西夢月 你坐上武甲頓 他知道坐上武甲頓裏面 對西夢月是極大的負擔 但是 我們是為了生存而戰 其實你覺得 如果你說兄弟就說 喂 你現在推我 我推自己的兄弟去死 而 見到大哥也不是說 我站在後面 三日月 去小精靈去 他自己也親身去上陣 去做事 有些人 在那個位置你會覺得 大哥好像說 他只要拿命令 但見到大哥是有那種 一雄去面對環境 而且這個也是 剛才說的古里亞 那個位置 大哥的崗位不同 大哥其實是一個少年領袖 你作為一個領袖 你不可能每次都衝前 所以這個衝前的責任 他交了給一個 他最信任最信任的兄弟 嘗嘗 而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見到他們兩個 就說 哇 真是生死之交 我也覺得 挺喜歡那個劇情處理 如果是兄弟情 同樣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說 你大哥心裡可以描寫很多 大哥心裡其實很不想 他覺得這件事很冒險 但他迫於無奈要做 很多無奈 這樣的說法 但是劇情不選擇 他用一個方法去描寫這件事 他是覺得 我不可能很願意去做 簡單地帶到我便可以 那種信任 反而見到 即是他三月回去之後 聽到有人說 喂 怎樣啊 我們打不過了 有什麼後計方法 可以 等吧 心裡一定可以的 他不會問三月 快出來 總之一定會出來 他知道 他必定會出現 我交託給我兄弟做的事 他必定能夠 以他的方法去完成 哪怕可能其實 好像大哥開頭 高達出來之前 他做有利的時候 他一直是相信 其實那個位置又是什麼 我覺得那個位置 大哥的心態是 就算我死了也不要緊 這個位置 我就是為了爭取這個時間 就算三月說不到 他都不會怪三月 因為知道 三月是努力去做這件事 你不會見到 通常這些作品是 喂 死了 你死了出來沒有 大哥 不好意思 等多我三分鐘 他不需要製造這樣的危機感 我覺得是 男人那種痛快 男人友情之間 那種痛快 喂 不要說那麼多 這個也是題材的選取 有些動畫 如果在這種危急的情況下 他可能會喜歡 集中去描寫那個機師 他會說 很辛苦才能給他出去 我才要對付幾人出去 然後去打 這個呢 他在第二集做 但是他選擇 第一集的時候 在那個緊張的關頭 他描寫那個 集中在大哥身上 他說那句對白 他就是說 我不會死在這裡 因為我還有更遠的未來 我要走 我還要走 我的生命 而這個我也覺得 就是 他表達了 就是這一班 戰場裡面的少年 他們經歷了那麼多 他們深信 他們自己的信念 是他們自己的 所以說 不用說太多 你想想那麼多 幹什麼 現在正在拍三點檔劇情嗎 是的 還有我一直講到三點檔 這件事 也想剛剛講一講 有馬的回應 有馬就是說 這套動畫不是說 什麼不殺 什麼愛遇和平 戰場 那裡就要不死人 那樣的東西 尤其深刻就是 第三集最後那裡 那位騎士 那位大叔 就是要他幫他 他自盡都做不到 要你幫我 就幫我下痛快 就殺死了我 我就可以自己承擔責任 我覺得很有意的 就是告訴你 他想說 第一樣是想描寫 三萬月光翠里落 他什麼都不說 就白了兩槍 就殺了 我有些覺得 動畫很特地想 在這一集裡面 告訴觀眾 我這一套叫鐵血 不是鐵血 不是用來擺的 我真的很認真 去做一套戰爭的事情 不是說我要講不殺 和你講三點檔 我真的和你講 一個戰爭是怎樣的事情 很討厭地說 戰爭就是這樣 尤其是那一幕 大叔語重心腸 臨死前分享 他的人生經驗 三萬月光翠里 其實是沒有興趣聽他說話的 是 四水都很諷刺 那一幕 如果你有看開動畫 也很有感覺 其實分明 一般的劇情 應該是他不死 歸入那邊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繼續 繼續下去 不 那個位其實 如果慣常的一些 所謂機人面 去到這個位 主角方 主角那一刻就覺得 你也是一個好人 你也是一個男子漢 我承傳你 那種有種 懂英雄重英雄 那種感覺 但最終我要殺你 但這裡你看到三美 他說 他說廢話 說完了 殺了 其實我還沒說完 阿尼吉的戶櫃了 他還沒說完 其實 我不關心你的理念 你跟我說這麼大意 幹嘛 我關心今晚吃什麼 我想對那個 我是一個小小的玩笑 一篇劇對觀眾開的 就是說 我不需要跟你玩這些三點檔的東西 我這一套動畫 就真的是 我是鐵血就是鐵血的 你不需要期望那些東西 最棒的是 那些士兵死了 死了之後 兄弟你死那麼快 你至於不是死在女人的胸部裏面嗎 男人的浪漫 這句就 你明白 好像美國的大兵出去 你也知道 那些士兵生物部門 就想一些事情 對我是這樣 即是一些士兵間會說的笑話 就是講這些 他那種是 某種意義是一個激勵自己 因為我沒有機會 所以我才會想 我想那種情況 這樣才會得到 那個士兵 就是他不會是 一個士兵 不會像我們一般人 那些人看見死的 是喊呼喊呼喊呼 你很慘啊 即是這種情況 他告訴你 他那種是不憤 就是我的兄弟這樣死了 除了你說 好像這些配角 就是什麼 死對他們來說 在這個戰場裡面 死是很閒的事情 即是他們只能夠 叫我 死 為何現在才死 現在才來死 你不是還有其他要做的嗎 即是他們那種事 他們可能討論 生存之後 即是說 我回老家 那些負老家結婚 那些 那些負老家結婚 那些 那種是 但他們不會突然死了 然後李空神這些戰爭編 就是有個 打散陣 然後就說 很害怕 但他不會死 是的 也值得 講完 即是有些人死了 兄弟死了 哭哭哭三寒 這裡沒有的 死就死了 拋屍 算了 也值得一個地方 就是有些世界觀的設定 事實上一開始 因為人物出得都很快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有點過散 有點辛苦 不過幸好之後 都是 集中最正統的方法 就是 用劇情告訴你 其實現在的情況是發生的 不需要講太多背景的故事 簡單來說 就是有一個 公主 是火星的革命家 簡單來說 就像是一個要獨立 然後 就被人登上了 然後就怕別人暗殺他 剛巧就選了一群人去保護他 就是好像有些少少的 是一個簡單易明化 去講了中間的政治角度是什麼 很複雜的 當然我覺得 說得高達的 不發的當然是機械人的對決 就是戰爭的 我覺得這套戰爭 老實說 那種迫力是很足夠的 原話大河 原邦南國穴 不是 他套套都是他原話 在高達裡面 不是 因為平時那些 之前是光劍和光槍對打 但這套是實彈 他今集是特地有實彈和實體武器 你覺得迫力會極厲害一點 實體感會 迫力會大一點點 他們的作戰方式是什麼 我真的打架體創 神經病 打其他部分 開玩笑 當然是一擊必殺的 現在打仗 而你見到就是打仗裡面 你見到他們 剛才我們兩天都有說到的 就是好像 戰場上說什麼 人義道德 你看到的三日月都不說人義道德 他衝過去打的士兵 衝過去那些機械工兵 然後有一個人說 哇你這麼卑鄙 衝過去機械 他就說 神經病 然後說我不卑鄙 你是不是說 一對一 我輸了我就走 你不是的 我當然是利用這些地形優勢 你一開始都是這樣對我 你們玩特襲 你們玩完特襲 然後就說什麼呢 不讓我用擋箭牌 那不如你打完 那些人是很離地的 那些人真的是 卑鄙在我們手上 我們就叫正義 你用的就是卑鄙 最好笑的是自己這件事 其實他想想自己的軍隊 不行的 我也是在打這些人 因為典型的喜歡病 沒有說喜歡病 他真的很年輕 他想就是我做的就是正確 沒有想過其實 有不正確可言 而這套東西 在這些戰鬥場面裡面 其實他都有做一個設定 叫做高達也是 高達是一個外掛來的 就是阿賴達式系統 就是人機系統 就是怎樣去令到 就是三日月 有超乎常人的戰鬥能力 在這個機動戰士的對戰裡面 我記得其實這個威脅 這個威脅是有期待的 就是三日月那種 尤其是第二集開始 他之後打到那個威脅 三日月其實不是很厲害的 三日月是靠那個外掛的人機系統 才令到他去操弄攻打 他是不會像那些騎士那樣 他自己按制 這個按制就是推就是移動 這個按制就是放槍 那個介面 那個油壓缸那個計是怎樣看 他不是靠這個東西 他完全是靠System去輔助 但問題的System 是他要抱著生命 去做收拾才有 不是說就這樣說 就是學就學得了 他都是陪伴自己的生命危險 才能取得這個能力 有種生命的重量 你會覺得就是他控制這部機的時候 不是我坐上高達裡面 我打幾個command 然後就說 我起動了 然後一分都說話 我一手就知道 對啦 就不會放棄過牌就亂寫 對啦 然後還會爆師 對啦 我是表緊那套的 不過我也挺好奇他之後 會怎樣去發揮這個設定 反而我覺得其實 我會期待就是 因為 古里亞其實都一直會在這個 他怎樣去影響三日月 三日月其實你說 現在他是一個少年兵 他沒有任何的知識 會不會其實 最終我期待就是 其實他會不會 最終是 不需要太依賴人機系統 他都可以操縱到那部高達 我會想到的是 這個三日月那樣 其實就是他拿著生命去相搏 但是古里亞一直都在說 就是他不應該要被這些無辜的少年去喪命 我想知道中間一個 衝突點會怎樣發揮 但是呢 你這樣說的 他有點像 Gundam Ring那種 Gundam Ring 你知道就是 希羅和阿里里拉 永遠都不會走在一起 就是 希羅 就會永遠作為一個士兵去 冠有兵 我不否認 而這裏 三日月和古里亞的關係 一定是不會是一個情侶 就是好像 典型高達裡面的情侶關係 直到不需要 新世代那些 怎樣?電視機嗎? 黃電視機 那種關係 其實 OO有類似這個感覺 但是OO還不夠重 OO不夠重 因為最後 他的珍愛也不在那個位置 明顯地 他珍愛是不在那裏 是不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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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蔡充電器 連接了一些系統 給了他才懂得 但問題是 有一位公主 就是大小姐 他懂字 會不會在那裏 教他這些字 因為這一節 其實是 他描寫的角色 就是他不經意之間 這一段描寫得最好的 就是 當他抓了那群GSC 那群人之後 說 不好意思 就是會計師 你不能走 因為這樣 數字我不會認識 加減成長度 我都未學會 是啊 所以如果長期發展票 一定有一班人識字 所以公主應該會 可能這方面做一些事情 就是那種 你會覺得 這個人是 不會突然之間 其實我是一隻收買的 其實我是一個電動專家 就是 這些無緣無故爆出來的節奏 你會覺得 喂 你全部說了 同兵就應該是同兵 那個故有印象 就是 這些就真的不用說了 是的 他真的告訴你 少年兵是一個這樣的 其實他不會超出這個設定 這個是常識 就是他可能 他只會告訴你 他可能有這種素質 但是是一種未熟的素質 他可能可以經過 就是慢慢的成長 他這種素質 他可以開發結果 可能 最終真的有一個少年 可能說 我學了一些會計知識 其實我是一個會計師 大人你可以走了 其實可能有這樣的發展 但是你現在看到 就是 喂 在這個什麼環境 哪有一個賤身人 會說 我教你加減勝除 是不會的 所以這套 我覺得 在各方面的地方很踏實 亦都因為 他的戰場 是濃縮了 在這班少年 他們要面對的環境裡面 所以 他來得 整套東西很紮實 我每一集都很期待 究竟 我不是覺得 現在的世界大環境 究竟面對這樣 是這班少年 究竟要面對什麼問題 或者應該這樣說 是 在這個世界大環境 之下 這班少年怎麼自處 細孤力弱 人微言興 是的 我是還有一班 剛開始地 我要被人釘上 在這個世界舞台裡面 就是他們自身生存 而他們都是相當有自知之名 接生意 我一定是被人節省的 現在 我怎麼接啊 先贖錢 所以第一件事先賺錢 但是很諷刺 他的收視真的不太好 還沒人投訴 還沒人殺人 真的 我擔心 可能後來投訴 笨蛋出聲 可能劇本要改 我不知道會不會 但這一套 還沒人快 比較黃金時段播 這一套 這套好像是半年回來的 好像是半年 例如半年 可能就停一停了半年 不是 他不會好像是新政的半年回來 都應該是半年 因為始終今次起用的監督和編劇都比較新 我想他不會派太多錢 最重要是 江屯和你 是的 我也寧願江屯和你不要寫那麼長 你這麼說 江屯和你 其實很死的 這次的祭酒就是什麼 沒有愛情線你寫的了 我告訴你 其實也很地地 很難說的 你知道江屯和你一涉及愛情線的話 就失衡了 整個故事就崩潰了 很難說的 因為這麼說的 他跟他夾長城龍雪 我覺得是OK的 他一直都是 就算之前拍攝都比較青春劇的 但感覺是他們兩個之間的調度 比較適合的 或者是這麼說 他們這兩個的組合 只要題材不橫身之節 焦點在那裡 水準是穩定的 沒錯 現在暫時都出現了 沒有橫身之節的情況 是的 我看的就是 一些很紮實的 當然他們 控制得好 即是他們的 本未必是他們寫的 但他們控制的故事 現在來得是 很有味道 所以 今季裡面 暫時 我也估計 今季裡面 暫時最好的那一套 必定是 鐵血之孤兒 是的 這套我們是這套 當然我們講完一套很好的 當然是之後就拿下去了 通常我們的傳統都是這樣 這些幾貴的 新版傳統都是這樣 最好都被你說到這樣之後 那些就 對了 我們講鹹片之後 我們下一套